我知道不少兒童確診新冠後患重症 有些甚至死亡 他們都沒有打新冠疫苗 或者只是打了一針 9月30日起 疫苗通行症會降低涵蓋年齡到5歲 我們這些5至11歲的小朋友 至少要在3個月內打了第一針 又或者已打兩針 才可以入餐廳、泳池和商場等的地方 如果大家好像我這樣沒有智能手機 不用擔心 可以用紙本紀錄 或者用相片來出示二維碼 爸爸媽媽可以在醫健通加上我們的資料 就可以同時出示大家的疫苗通行症 很方便的 小朋友驗了新冠可以很嚴重 可能病發急性腦炎 又或者患上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我已經打了針了 各位uncle、unty不要再等 保護小朋友快帶他們打針 上學去街都安全些 好嗎? 好嗎? 判斗